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圣经征读 我们正在看的是《约翰福音》的内容 好了,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下一部份 这里就讲到一个命令,一个永生的命令 好了,继续,就是第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虽然在他们面前做了很多神迹 但他们还是不肯信的,不肯信入耶稣里面 这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主呀,我们所传的究竟是谁信呢? 主的傍秘是向谁显露的呢? 其实使徒约翰早就已经提到犹太人的不信了 一开始,第一章里面就讲到 光来到自己的地方 但是自己的人是不接待他的 他们的不信也是不合理的 正如最向来也是不合理的一样 他们的不信也早写在旧约先知的预言里面 这里仅仅引述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头一节 好了,要知道全部详情的话 就可以看到以赛亚书 其实全章只有十二节 那么我们今节呢 今节的影片我们就读完 好了,以下呢 就是一段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这里总共是有十二节的 好了,我们所传的究竟有哪个信呢? 耶和华的傍秘是向谁显露的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就好像乱牙 好像根一样出于干地 他无佳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 令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会尊重他 他诚言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伴父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了责罚 被神击打虎代 谁知道他为我们的过法而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 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 我们都好像羊那样走迷了路 各人偏行自己的道路 耶和华就令到我们 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的头上 他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在他受苦的时候不开口 就是说 或者是他受欺压的时候 他是自卑不开口 他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好像羊在子母的人手下是无声的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为受到欺压和审判 他被夺去 至于他同世的人 谁想他就是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但人还是令到他和恶人同埋 谁知道死的时候和财主同葬呢 耶和华是定义或喜悦 将他押上令到他受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制 他献本身为赎罪制 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连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 就心满意足 有很多人因认识我 义博得清为义 并且要担当他们的罪业 所以我要令他与伟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 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 他亦被裂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三十九至四十一节 这句话说 他们所以不能够信 是因为以畅亚又这样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 瞎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得到 心里面明白了 转过头来我就医治他们 以畅亚因为看到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句话 好了 其实这里在史图约翰 再次引述先知以赛亚的说话 就是说 在以赛亚书六章里面说到 要令到这个百姓深蒙之佑 以朵发尘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到 以朵听到 心里明白了 转过头来就得到医治 现在犹太人的光景就像以赛亚年代一样 他们原先是自己不愿意信 现在神就令他们不能够信 42-43节 虽然是这样 官长当中还有些人是信入了耶稣 只是因为法利赛人权兵的缘故 所以就不敢承认了 恐怕被赶出了会堂 这就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神的荣耀 好了 这里所指的官长 就是说是有领导阶级的人 而史图约翰就没有说明是哪一个人 但是维素就不少 他们虽然是信了耶稣 但是心里面有所忌惮 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好 若果有认到耶稣是基督的人 就要将他赶出犹太会堂 即是包括赶出公会 好了 接着四十四十六节 耶稣就大声说 信我的人 不是信我 那是信入那个差我来的 人看到我 就是看到那个差我来的 我到这个世界来 就是光 叫凡信我的人 就不住在黑暗里面 即是信入我里面 好了 耶稣是父神完美的显现 也就是那个差耶稣来者的显现 所以信耶稣就等同信父神 世人就没有两个信的对象 因为神是个灵 所以拜祂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祂 人的欲眼既然看不到神 神就差祂的圣子 道成欲生 降世为人 所以耶稣先说 人看到祂 就是看到父神的 并且向世人大声宣告 他降世为人的目的 是要引到世人脱离 撒但黑暗的权势 进入那个本有 慈爱和光明的神的国度里面 好了 接着就是47-48节 如果有人听到我的话 而不去遵守 那么我不审判他 那么本来就不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 其实是要来拯救这个世界的 而弃绝我的 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 就是我所说的道 那在末日 要审判他 好了 耶稣是神 给人的一个话语 就是logos 就是道 约合福音一章一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所以神就在耶稣里面 决断地来向世人宣告他的戒命 而希伯来书一章一节 这里也说到 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 多方多次 来晓语列祖 就是在这个末世 要藉着他儿子 来晓语我们 晓语就是告诉我们 关键就是在神的戒命里面 就是信从父神的话语的人 就可以得到永生 而拒绝父神的话语的人 就是拒绝了耶稣的人 就要得着永死了 而耶稣最后也都这样说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说 唯有那个差我来的天父 已经知道 也都已经给了命令我了 要我说什么 要说些什么 要说些什么 我也都知道他的命令 就是永生 故此我所说的话 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所以 信耶稣得永生 这句说话或者这件事 就是天父父神的一个命令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约翰福音的诠释 好了 其实这一段 是由第一 到第十二章的一个总结 而作者就将耶稣的工作 归立成一个精简的结语 以见主耶稣的工作 在人当中的一个反应 他先就是自作总结 再以主的话来做结束 所以这一段是一个使徒约翰的一个总结 我们的技术 耶稣的工作 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应 包括就是 不信与相信 拒注与接受 不信的人 就是应验了 伊塞瓦书第五十三章一节 到六章十节的一个预言 而旧日先知预言 神的弥塞瓦将要来读的遭遇 以及反对者受到 受心肠肛硬的审判 就好像法老王一样 那现今呢 竟然呢 就是能够实证到 在这个作者的使徒约翰的眼前 但是有一些的观众 其实已经接受了耶稣 但是就为了 怕公会的势力 就不敢承认 免得被赶出会堂 那这个呢 就是成了爱人的名誉 胜于爱神的荣耀 就是怕为神来做见证了 好了 接着就是有耶稣的一个 重大的一个宣言 使徒约翰精选了 主耶稣生平当中的宣告 就是毫无时地背景 来做一个总结的 那我分成六点 头三点呢 就讲到信和接受方面的 而后三点呢 就轮到不信与拒绝的方面的 那就是说 有班人就接受光 有班人就不接受光 忠而在客户里面 首先呢 一 就是相信耶稣 也就是相信神 相信父神 第二 看见耶稣 就是等于看见父神 第三 耶稣就是那个真光 信者的人呢 就可以注入这个真光里面 就能够得到永生了 相对的 不信的人呢 就已经定了自己的罪了 而那些不信 第五 不信者呢 就在末日里面 需要受到那个审判的 第六 不信者呢 是应无法推诿神话语的真实 好了 那我们讲这一段呢 也都讲到这里了 神要求我们呢 要做一个光明之子 而祂的命令 就是要我们呢 是得着永生的 好了 那我们呢 今节就讲到这里先 我们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转发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 和留下造就成的留言 好了 那我们今节就讲到这里先 祝福大家